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费只有这么多 教育经费我们争取到进我们的能力最多为止 可是当然如果超过了那个规模 可能冲击到其他部会 我也必须做一个考量 也就是说是一个受到限制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做最积极的争取 不过委员长期对于教育经费的支持跟协助提供相关的方案 我想这是非常感谢 我觉得为教育争取经费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不会 我在上一次 是 修改这个教育经费编列管理办法 对 教育经费编列管理办法 21% 21.5% 我当时的提案是提高到23% 也是受到很大很大的阻力 行政院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到最后呢 把它变成22.5% 我这次呢 又提了从22.5%提升到23.5% 听说行政院好像又有不同的意见 又不希望要调 那让我回想到 在民国89年 立法院制定教育 这个教育经费编列管理法 当时希望是GNP的6% 也是行政院裁组单位讲的 后来变成21.5% 从89年到现在 十几年来 都没有办法达到GNP的6% 为什么 我们其中有一年 而且在89年 定的21.5% 结果把教育人员的退伏 把它摆到教育经费里面去了 那就根本就没涨嘛 我们现在退伏一年160亿 对 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教育经费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 我们到底还重不重视教育 如果重视教育 穷不能穷教育的话 这次提高到23.5% 应该乐观其成才对啊 谢谢 为什么你爸我还要协商呢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我想从22.5%到23.5% 我们确实谢谢委员的提案 也在这边委员会这边送出去了 那我想我其实大方向当然支持这件事情 所以刚才我也讲了 就是说当然也看待我们整个政府其他单位的预算 我们是一个球队的概念啊 就是说每个都要适当的这个投入啊 那可是如果单一让这个教育的经费 就是说有比较保障 有比较大幅度的成长 这部分我也从一个团队的角度来看 我愿意共同参与了啊 那可是当然我一定乐观其成的 对于我们经费可以 过去来讲 在中央总预算里面 教育经费是最大的 最多的 我们如果包含地方 现在来讲的话 教育经费不是最多的 是社会福利最多的 对对不对 看看怎么看这个经费 如果把地方政府加进来 我们还是最多的 教育经费来谈的话 是 我觉得 部长你应该要积聚向行政院争取 而且行政院到现在也没有找过我们沟通过 说为什么不能到23.5元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再来看看 你教育部别的预算 是 从93年 我们是从101年开始 101年1月1号开始 这个22.5 对不对 可是从93年到101年 每年都在22.5以上 对原本就是 我们每年实际的 每年照你教育部的统计资料 都在22.5以上 基本已经饱和了 基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饱和了 实际上都在22.5以上 是 为什么不能再修法到22.5 那我们现在修改到23.5 从93年到103年 哪一年不在23.5以上 我们没有在23.5以上 你教育部的统计资料 我从网络上抓你 教育部的统计资料在这里 应该这样说 我们就是说看怎么去算 算那一些 93年 你们是23.89 94年是24.35 95年是24.88 96年是23.47 差一点点 97年金融海哨 22.83 对 对不对 是 98年 24.05 是 99年 23.3 是 100年 24.4 101年 25.1 是 这个是 你实际说可以编列出这么多东西出来了 为什么教育经费 编列经费及管理法 不能把它调高到23.5 这应该是这样 这两件事情 我们当然有一个基准在算这个事情 分开来做 我礼拜五 上你们教育部的统计 统计网 就看 就我发现到 事实上已经超过了23.5 既然已经超过了23.5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修法的时候把它 这个 倍的23.5呢 我们其实应该这样说啦 就是说特别预算 或其他这些项目 我们都把它 因为统计处就是说 所有的支出 它全部就算在一起 全部算 那教育经费编列管理法 我们现在 其实算的 那个基准 用的跟这个基准 不是同一个基准 那 当然 所以我说这两件事情 要先厘清 统计处的计算 跟我们算的 这个 经费编列的 这个基准 用的是两个不同的 不同的基准 所以这个必须先还是要厘清 特别预算 不是都一定都有的 统计处的资料 还是占前三年 税入的 你这个写的 还是这样子写法的 对不对 而且是你教育部的 统计 统计资料 教育部统计资料 你说基准不同 那我们到底要看哪个统计资料 其实应该有 你教育部网络上 教育经费的比例 只有统计处的资料才有啊 用没有资料啊 用我们基准委员会的这个数据 我想我会把它实际的算 其实我想两个资料 委员都有啦 我用经费基准的这个概念来看 我们过去确实 都不一定到达22.5啦 可是从这个90 从100年开始 才22.16 到101年啊 才开始超过22.5啦 这个是我们用的那个基准 包含了我们部本部的相关预算 跟中央一般筹 一般这个行政的筒 那个统筹款 我觉得啊 对 是 第一个教育经费应该要 反映到事实 是 第二个来讲 公共公共公教人员的退付 不应该表的 摆在教育经费管理法里面 公教人员退付 应该摆在行政院 人事行政总处里面的预算里面 怎么可以摆在教育 教育教育教育的经费里面去呢 在那教育经费百分比那么大 这部分 这部分当然就是 就是 就是由这个 当然可以有不同的 不同的解读了啊 就是说因为你有一个比例 又有一个哪些项目嘛 所以这两件事情 应该拿起来一起看 就是说你用22.5 你要包含哪一些 用23.5包含哪一些 可能要 22.5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决议 体育署 清发署 新年署 新年署 是 这个并进来的预算 不能在教育经费里面 是 对不对 所以他都是往外算的 算那个比例 22.5是不算 不算这一些 这就是希望其他单位 不要占用到 教育经费里面嘛 是 怎么公务人员退付的 这个支出 到现在来讲的话 有160亿了 你还要摆到 教育经费里面去 我想他从两个角度来看 他当时 这个没有理由嘛 如果算22.5 把它算进去 当然就是有 所以这个教育经费来讲 可是实质上 我也跟委员特别说 从98年到102年啊 我们总共增加了 这个590几亿了 再退付这一块 增加了60几亿了 还是不够吧 确实是 当然如果他不在这里 当然就增加更多了 所以确实是 同意你刚才 基本做的这个分析 就是说 所以我们就应该来这样看 比例是一个 今天你是教育部的部长 你应该激励 争取教育经费才对 而不是在帮财主单位 来解释教育经费 不能增加的理由 我来做 我来做努力了 所以你今天应该是 站在教育的立场上 你应该激励的去争取才对啊 谢谢 谢谢委员 不应该在这边告诉我 把财主单位的理由 来在这边站 代表财主单位 来跟我讲 我会跟深刻的检讨 我们应该在那统一阵线 谢谢啊 所以我一开头 就谢谢委员 刚才长期对于经费的支持 就是一个分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说实在的 教育经费分配公平不公平 真的是很难讲 很多的问题啊 是 包教的 即时的 夺教的分配 是 公立的 私立的 分配 是 五年五百亿的分配 对 教学组业计划 教学组业计划的分配 等等 是 还有各县市的分配 是 对不对 以台北市来讲 是 是 十二年国教推了 大家全部免学费 是 可是台北市的免学费里面 百分之六十是台北市出的 呃 你教育部出了百分之四十啊 应该是说 高雄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啊 过去 高雄要自己出啊 教育部负担的少 高雄出的多啊 为什么 其实 公平不公平 其实 蒋委员 造直辖市 这是法通过以后 是 公立高中都要归直辖市 是 可是为什么现在只有台北市是归 归 归那个 公立高中 台北跟高雄 高雄 是归高雄 其他的直辖市 还是归教育部 其实 蒋委员 你也了解 十二年国教的推动 我们原来是 直辖市编的 由直辖市继续编 新增加的部分 我们已经很明确的原则 可是当然 过去已经编的这部分 是不是要再做一个检讨 我想 大家也在 我们也愿意做个检讨 在公平的立场上 教育部负担的 就是教育部负担 地方政府负担的 就是地方政府负担 或者说 有些地方是 地方政府负担 有些是教育部负担 可以啊 北方两市就是教育部 地方政府负担 其实 蒋委员 当然您看的是用地域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时间来看 公平我们用一个时间点 依照地方制度法 国立的高中 当地方变成直辖市的时候 从来要回归地方政府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应该这样说 新增的部分 我们在这次12年国教的推动 其实从一个公平角度来看 新增的部分 全部一体适用 全部都有中央来买单 如果是原属地方的 我们还是维持 当然这个是一个 可以做一个讨论 我也同意 其实这个是不是公平 以后地方都不要走到前面 都走到后面 也不是 你的教育部来补助 可是其实蒋委员 你也知道直辖市 这些走在前面的 他们从财务的角度来看 他们也相对有一些优势 没有啊 捕捉分配款 你们没有包括这一块啊 可是我是说 不是只有这一块 对不对 overall的 捕捉分配款 在台北市来讲 也没有增加那么多啊 高雄也没有增加那么多啊 反正是其他的直辖市 增加了一大堆啊 所以我刚刚讲嘛 新增的部分 我们一定都做处理嘛 这个原则 你也基本上同意嘛 所以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嘛 已经既有的部分 不可以这样做啊 不是 既有的部分 他已经有预算之印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是 我同意 要不就不要成立直辖市 要成立直辖市 好的也要 不好的也要吧 增加的也要 负担的也要吧 我想其实应该 从各个面向一起终整来看啊 公不公平 是不是 我想蒋委员应该同意 可是针对这一项 我愿意进一步的再做探讨 所以你就欺负我跟邱委员 没有没有 我怎么可以 我怎么敢 你们两位都 都对我们教育经费的编列 长期大力支持啊 而且从22.5 到23.5 对不对 你再欺负我们两个吧 我 我 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啦 我想委员也 也知道 我相信你会做啊 对 今天是行政院在做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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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 我想应该是 我想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啊 要台大公平啊 12年国教的这个经费的 这个使用啊 很多公平性 我们愿意做进一步检讨 为什么台大可以拿那么多钱 为什么我们其他的公立学校拿不到钱 私立学校讲 为什么公立学校补助的学生那么多钱 我私立学校的补助的 还没有到公立学校的一半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多的问题在这边 我觉得经费要不要增加 绝对要增加 可是在经费的分配上面 更要注意 对 我想经费持续成长 谢谢 然后怎么 怎么比较有效的分配 我想也是 这两个issue都是非常关键的 谢谢委员刚刚的提醒 我想我都会来做注意 我想这个部长您用书面关 好 完整的回应 建议分配关